台劇有本土音也有八位音 所以,一般漢梨是一例有兩個音 最早有兩個音,比如說 外面聽講,這句講是八位音 但是講名的講,它就變作讃齋音 所以講有兩個音,一個是講,一個是講 你知道嗎? 那你去看三中七的中 它當作層層疊疊的時候 這就是三中七的中 但是民間 念作三中部的中 但是這個中 國際的就是念作重 重就是重要 重量的意思 重要重量的意思是 特色人念作重要 但是白話 念作體重的重 所以你看 兩個意思有四的音 這個是特色音 這個白話音 這個特色音 這個白話音 就有四的音 過去 國漢義是這樣 所以我們很多人都有這種現象 我們現在來看一看 你看 我們說手 去到它會碰爬 碰爬就起水泡 那水泡它是膨脹起來 所以它就是碰爬 那個泡讀作爬 但是泡這個字 它是水跟包的意思 那你看 我們如果是用泡茶 那個是茶水 那個水 那個水包著茶葉 那這個泡茶的泡 等下講這個泡 變成泡爬 它主的水泡 變成碰爬 它會碰爬 但是爬的 叫做泡爬 叫做泡爬 那如果說白泡泡 白泡泡 柔綿綿 又綿綿 那這個泡就變成泡 白泡泡的泡 它的發音是P-H-A-U 泡 但是 我們如果說 你要泡一個七 泡小姐 那國旗叫做泡妞 我一直在說這件事 就是 國旗參大禮 其實因為發音系統不一樣 所以你要了解 泡妞 妞就是馬子 馬子的馬 十二生肖排第七 所以叫做泡七 那這個時候泡 就有水泡的泡叫做 泡 碰泡 它它兩者 泡 後面叫NN的音 所以就變成泡七 所以我們說要泡妞 就泡七 妞就是小姐 就是馬子 馬在十二生肖排第七 所以叫做泡七 台語很簡單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我們現在學術界 說下來 泡七那三妞 我說真的 那三妞 真的敢不看透 你吃這麼大的空間 看過這三妞 到這會 絕對不賣 有文獻嗎 絕對沒有文獻 沒有文獻 為什麼可以來做正常的妞 這就表示 不賣的人 來在煮 這個 武器的教養 所以實在很少人 每天都在嘴 我實在 生脈就不看 那三妞可以 叫做泡七 實在很趣 再來 再來 我們繼續說 假設 比如說 中央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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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 但是 我們如果田中央 我們念做 禅中恩 這是白話音 我們媽媽在說 禅中恩 但是 我們如果有事 要拜託 立法委員 我們就說 我們要去 楊 立法委員 楊 就變成拜託的意思 楊變成拜託的意思 你去看 民調的構成 裡面都這樣 他都用楊 來動作拜託 所以楊 就有託的意思 拜託的託 那你把楊跟託 打進去 電腦裡面 Google裡面 你就可以找到文憑 這就是 我的理論 我們中華 這個土地的觀點 就是因為 和民族很多種 所以從極做理之後 每一個軸 他們用他們的為例 去做他們的理 所以 同意志的太多 不就有同意附實的規則 所以我們說 國語下語 為什麼台語叫做樂 因為下就是弱的意思 因用下 我們用弱 那那個語 就是共通用字 再來 我看這支眼鏡 眼鏡 國語有這個眼鏡 但是台語叫做眼鏡 這個字是共通用字 再來 你看我的頭髮 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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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於叫做頭髮 因為毛髮 毛髮 毛就是髮的意思 他們用髮 我們用毛 那頭 是共通用字 所以頭髮等於頭毛 對吧 我最近出去聽 出去聽 要去看牙科 這國語說要看牙科 但是 我們台語說要看牙科 但是牙跟尺 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台語用的尺 這是 真痛的 為什麼 你看那個尺的尺寸 鑽頂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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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那個尺 就是我們的嘴頓這個 嘴頓這個 所以你就知道說 我們那個尺才對 但是鑽呢 鑽就是 尺尺 尺尺 你看那個牙的尺寸 走出來 叫做鑽 所以尺牙 就是尺 那就是 走出來 叫做鑽 豬的獠牙 叫做 豬公鑽 豬公鑽 所以我一直在說 台語跟國語 你只要去找 同意志的關係 就好了 因為 你不管是 要反作我們的法語 反作我們的漢語 反作我們的漢語 都一樣 反作一樣的意思 就對了 但是你千萬萬用鑽音的理 我們現在用鑽音的理 為什麼 因為 撤毫的理論 才造成這個結果 撤毫的理論 才造成 現在 我們看到的理 都是 KTV用字 倒音 意思沒有 所以很多人都說 台語有音沒有理 包括理由也這樣說 但是 我要告訴大家 台語本來就有音有理 那是因為 去給老師教教 我們亂去 很奇怪 因為 他們不會漢語 不會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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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不會教 教教教 整個都亂去 所以你的孩子 現在在學校學的 是怎樣 因為 漢文的聽渡 中文的聽渡 越來越差 為什麼越來越差 因為 不會漢語 不會撲 假撲 所以 學母語學到愛生學英語 這實在是 很好笑的 今天 我跟大家說的就是 一個漢語 我們兩個音 最少我們兩個音 這個 文徒音 這個八位音 第一回這兩年 這兩個音 是感音 這樣就只有一個音 不然 他最少兩個音 但是 意思不一樣 他就發音的不一樣 這是 過漢語 但是 近代的用語 就沒有這個規則 早期的也還有這個規則 這是給大家做參考 另外 意思不一樣 聲音就會變 意思不一樣 聲音就會變 這就是中文的 以音別異的道理 我所說的 論文 論文 都有理論 不是沒有 文書 才是沒有理論 我們說的 都有理論 聲音 整天剛才對來 對去 對到那裡 音效一樣 理 意思不一樣 那是沒有理論的 以上 跟各位說明 希望大家可以介意 謝謝 多謝 路來 安智世 請問你